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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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很多人在问 这七天假 不是过去大家都没有放过吗 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劳工团体在这里诉求 说要给我们这个七天假 我跟大家报告 就以我们科技来说 事实上这七天假 过去都是有放的 很多公司把这七天假 拿来给劳工 转为所谓的弹性休假 也就是说你的国际率 不一定在十月十号放假 但是劳工可以自由选择 每年有七天以上的额度 你自己来排假 这也是因为过去 我们劳基马世行记者 一直在去年以前 劳工的国际假日 就次有十九天 而就在去年 当时的执政党 仍然是国民党的时候 他们就要把其中的七天国际假日砍掉 所以我们电子公会在去年 做了一个统计 去年有将近一半的公司 因应这个政策变化 就把谭修给拿掉了 其次 现在 蔡英文政府说 他要增加劳工的特休 特別是预计要增加 之前劳工的特休 来补偿 作为这个凯七天假的补偿 我要跟大家报告 第一 特休跟国定家人的性质是不同的 过去老委会曾经有一个解释 特休当你过 做满一年 你修不完的时候 劳工得要证明 是自己没有去修这个价 你才有机会 把这个价换成钱给拿回来 而国定家人 只要没有修到 就可以补修 或是加班费 这个是 民进长在谈所谓特休的时候 没有拿过来 跟大家 做资讯揭露的部分 其次 我告诉大家 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 今天在场 很多是年轻的劳工 对我们来说 我们可能很常会换工作 因此我们的年支 没有办法累积太多 你就算给我们 超过半年 有四天的特休 来说好了 各位啊 四跟七哪一个比较大 你看我们七天假之后 收还我们四天 这么简单的数学问题 需要当到总统才知道吗 那一页性高的优势呢 我们有高工时 低薪水 那排班的时间都非常的长 做一个学生 民进必须要应付的是 上课的时间 温馨功课的时间 做报告 做一些作业的时间 不可能排更多的班 所以我的生活 只能按过了 禮拜一到禮拜五 上课 弄一些学校的东西 禮拜六 禮拜天 花一整天 八个小时 九个小时 打工 这样才可以应付我 下个月的薪水 应付我下个月的 交通费 生活费 这是一个很惨的情况 那 如果是国定假日的话 薪水 目前的情况来说 国定假日 是可以让你两倍的钱的 对我们这些打工主来说 当你遇到国定假日 你就会觉得说 很开心 我只要做一样的事情 就可以收到两倍的钱 是一个很大的诱因 民进党政府 跟蔡英文总统 从选前就说 他会为了青年 改变这个社会 改变这个产党的现况 会为了青年 改变 但是 做到现在 也不过来多久 用半年不到的时间 他做了什么 他只是把年轻人 当作他 选票的工具 他只是拿来 骗他的选票 如果7K架被砍了 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如果是全职劳工的话 等于是一年 他被迫 要劳动56小时 如果他一生 工作35年的话 就代表他得要 无常的 多劳动245天 245天的工作日 如果 如果他是打工主的话 刚刚很多同学 也跟大家报告了 因为国定家 是双倍薪资的规定 如果他领基本薪资的话 相当于他一年 就会损失掉7,448元 7,448元 我跟各位混 这样子 是哪门值得缩减工时 哪门值得提供工资 哪门值得保障 可以点劳动者 他对于 过时周秋乐日的 这个政策 我相信 这段时间 有很多的声音 在出现 不是 那我现在也要跟 各位报告的是 民进党 民进党 可以继续 和 老公朋友 还有青年朋友 站在一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主任不好意思 为了 他一回回收进来 好论 七天假 都比 过小 後去的改革 七天假 是不是只会增加工时 我们今天要问的 不是周秋乐日 叫做 砍 七天假 请我们回应 一个问题就好 为什么要 砍七天假 跟周秋乐日 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现在就是不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吗 我们的诉求非常简单 拒绝砍 七天假 十九天国庆假日 一天都不能少 请问民进党 到底七年部 还有整个民进党态度为何 说清楚 讲明白 所有的人民 都在等着看 不是 我刚刚已经表达了什么 没有 你只要讲周秋乐日 讲清楚一件事情就好 推动 辞职的周秋乐日 跟周秋乐日 无关 七天假的问题 跟周秋乐日 搞白嫌疑 跟周秋乐日 七天假的问题 请你回答 七天假的问题 好 看起来各位媒体 我们真的被验证 民进党 七年部 对于七年 七天假 全力关系全台湾 九百万导工 一百三千万手头组 任何问题 都不打算回答 这就是他们的立场 已经完完整整的展现 在全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民的面前 那既然民进党的 秦天部主任 不打算回应我们 我们现在就走 我们现在就上去 找他们 走 七年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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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10月23號會體積各個學生團體 無論是學生組或是學校內的社團 以及外面的青年團 我們這樣會發動一場大集結 然後才喊口號 綠 driedавно 綠 grown 俱函七年降 七年耀朗全 俱函七年降